《循环经济大不同》 《循环经济永续发展》 这个新的议题似乎可以带给大家一个解方 能够化解生态环境跟经济发展的冲突 今天借由这本新书发表的机会 我们邀请到这个领域的专家 黄振忠董事总经理来为我们分享这本新书 大家好,我是KPMG的黄振忠 你们你好 我特别注意到最近很多的国内金融机构 都签署了国际我们听到的要赤道原则 也就是说金融机构在审查的时候 会把借款人的环境风险因素 导入他们审查的一个内容 那我想很多的客户是透过您的协助 把永续发展这个概念导入企业的经营 可不可以跟我聊聊您的观点 我想这一次新冠病毒 对全世界的社会经济 产业发展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 口罩不足 然后大家必须要回收 让口罩可以重新再利用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 循环经济的一个例子 新冠病毒虽然它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 但全世界的风险让这个世界不可持续 还包括了能源 气候变迁 资源不足的议题 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希望能够透过这本书 把全世界在循环经济上面的一些倡议 思维 理论 能够把它集结在这一本书 用简单易懂的框架 来让企业界们去了解 什么是循环经济 来因应全世界的风险 的确 刚刚Niven提到的再生能源 CampiumG团队在两年前就看到这个新的趋势 所以整合了审计 财务 税务 法律 各个领域的专家 那这几年间呢 成立一个叫做绿能产业服务团队 我们成功协助了很多国内外的业者 参与离岸风电 太阳能 废弃物回收等等 协助业者掌握绿能性的男孩 Niven 请教你 这本书提到循环经济 永续发展 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这个很有意思 可以跟我们进一步谈谈 好的 这本书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循环经济大不同 那我们就是运用了一个国际 在针对有关循环经济上面的 所有的理念组长 把它综合整理在一个 我们用七八五三三的 这样一个框架上面 来说明陈述什么是循环经济 七就是从七个面向 这里头能源 再生能源肯定是一个最重要的议题 八就是八个原则 包括这个如何从产品材料 循环再利用 五就是五种商业模式 三就是三种破坏性的科技 另外一个三就是三种领域的创新 其中有制成的创新 产品的创新 商业模式的创新 那在这商业模式的创新里面 其中有一项就是所谓 您刚刚前面提的产品服务化 也就是说过去大家都是拥有产品 今后我们为了要降低能源材料 资源上面的耗用 所以不断要循环的一个目标之下 发展出商业模式 就是把产品当成是服务来进行销售 换句话说消费者购买的是产品的使用权 不是产品的所有权 这就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的发展 目前也开始蓬勃起来了 你们多数人对循环经济的理解 恐怕就是成本的增加 那也有担心说 是不是真的可以为企业带来利益 所以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们举了科技业的一个新的品牌 是原则荷兰叫做公平手机 它设计产品是设计常识效型 不是说两三年就要更换 它在材料的这个sourcing取得材料上面 它希望能够是符合社会的环境正义的材料 特别是金属面 然后它对供应商也希望能够符合 劳动人权各种优良永续型的供应商 最后是它的成本都是透明化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也已经把它协助引进到台湾来 叫做东宁的吉莫巧克力 它主要就是对于一个这样全世界都喜欢的商品 可是却有250万的同工在它的供应链里面 所以它从公平的采购原料 公平的制造 然后对于环境跟社会面 能够降低对外部的影响冲击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新形态的巧克力的制造商 它是得到消费者市场的认同 更重要当然它是一个好吃的产品 非常谢谢你一本黄总经理的分享 让我们对循环经济永续发展有更具体的认识 那我邀请各位KPMG的好朋友们 一起来分享关注这本好书 我们也期待透过KPMG专业团队的协助 可以看到更多更优化 有环境保护友善的企业